還有外面的這個庭園的空間 那殘影的空間我們會用一些閒置的 這些以前造型 後來來的附屬空間做再利用的使用 那包括我也有關心我們這個整區 是可以一併做檢查中間的巷弄 這個巷弄目前會有微停車的狀況 那我是希望把這個巷弄在這次的修復裡面 把它有一個很好的很漂亮的負面 包括人形或是腳踏車可以通行的 那不要讓車子去佔據這個空間 那這個部分把它整個做起來 整個地面的風 它的那個豐富程度會比較完整 下一頁 那一樣我們老宿 說老宿保護 包括還有這些限制空間 我們會把它做一定的做規模 下一頁 下一頁 那後面的燒料絆動這個部分 我們是需要一個民眾開放的 一個市民的廣場的一個感覺 一個空間的氛圍 下一頁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有一些這個案子它比較 提示比較低的 那有一些海水很不良的狀況 我們在這次未來的洗社會把它做檢討 會用一些比較透型的 透水的撲滅 還有一些霧道的食材 但是它有平面情況的塑造 下一頁 那圍牆的部分我想也是這次的主軸 我們會把A的部分就是把圍牆降低大概1米2 這個當初基本設計的部分 也稍微討論一下 待會降低1米2 那其他有部分就是維持它當時的高度 那這個項目這個部分我們還是用維持 形式B的部分 還是一樣維持原本的高度 下一頁 它大概降低的話會整個往下降1米2 那旁邊會不會維持當時的圍牆 這個紅磚的圍牆 封牆的浮地的那種樣貌 所以並不是全部把圍牆的圍牆拿掉 那還是會看到一些我們這個例面 未來的符號表情 那我想有一些 台北有一些案例是有 我也想降低的 這個是有相當不錯的案例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房子 看到這個牆房子的一個很完整的理會 而不是站在圍牆然後拍照 就很不方便 下一頁 那這是我們也操作過的一個案 在鹿港街上經濟廠 這是在鹿港正工作的旁邊 原先它是一個比較高的圍牆 它這個門主 後來圍牆把它降低 看到整個這個紅毛 這一棟目前還是在這區做鹿港的正式館 它還是有繼續在一個圍牆 下去它的建築設備 下一頁 那我想騎乘我們依照文化局有 只是我們希望在一百零個人射寫 十月底前完成 目前我們所做的進度應該是可行 恭喜會在18個640天 然後下一頁 以上是台語跟針對南菜園這個提案做檢討 謝謝 我們之前也有去看過現場 然後最早那個南海學營計畫裡面 其實這裡面還包含到這個植物園裡面 我告訴你為什麼 那到後面有一些被拆掉 就蓋了高樓 所以我覺得整個區應該是一個系統的 所以現在提出來的在利用計畫 看不出未來的營運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跟植物園跟衣食博物館的關係是什麼 現在變成獨立園區 然後又要做黑膠要做什麼 我覺得好像那個定位不是很清楚 這裡可以在不曉台營將來的 自己管理的還是一樣在國會的OP出去 看不出到某個整體計畫的時候 好 主題 各位委員 台營這邊在報告 有關修護完之後的在利用計畫 我們可能就是我們目前還是朝向過這個方式 可能就是委外的經理在管理 那我們希望就是共同發報之後 有一個廠商或是一個對象 使用對象進來 然後再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等到什麼的使用計畫 或再利用的利用計畫 又可能就是委託 又考慮就是說 是請文化局媒介相關的弱勢的廠商進來 好 謝謝王農以堅 現在說實在的議題談論 大概跟那個郭老師報告 郭老師剛剛講的大概大南海計畫 現在中央議員沒有在執行 所以那個計畫大概就 大概台營也沒辦法 讓他有接軌 好 那後面實務員那個情況 可能真的也不太適合跟郭老師一起討論 因為那個還不知道他能夠到什麼時候 好 那他這邊 他現在大概幾次的討論 還應當也蠻誠實 然後想委託我們的牢房子計畫 讓他們來 所以大概以後再進入形態上 還是要先報市場 是不是同意他們家的牢房子計畫 好 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 必須要說明一下 他這個基本上他是一個第四個 那也是有部長男式的古籍 所以他跟一般老牌不一樣 老牌整修以後 他高興要做什麼樣做 他掛招牌還是什麼 都我們都管不到 但這個古籍的話還是需要有一些管制 所以即使像這個 剛剛他們舉的例子 像嘉義這個 快一千五千 他們就是簽了一個月以後 終點人家要趕快進行過 就沒辦法管 就裡面呢 就給他改了一趟步 廣告的 招牌的 然後甚至一些什麼 不相關的東西都拿進去的 所以我想如果說你們比較想上座的話 最好還是現在有一個比較周全的管理 給他在契任以後 建立他 說的話你契任沒有建立 他將來你聊起來 就很困難 因為再三言三 他們只是想要多做一些善信 但是很困難 對我們最困難的保障 對 對 謝謝 謝謝 柯老師 這個部分所以他們想要委託我們 就是因為文化局的管理還是比較嚴格 所以在老房子沒有限制 但他們如果自己出 可能會在審查的時候 讓我們就不會結錄 我們就會有問題 大家也不想說 我的意思不管是文化局 或抗議局 基本上 你這些東西完成 先要納入合約裡面 納入起源 好 謝謝 其他有沒有 沒有委員 那主席多說一下 有一個台北市成長所案 文化協會 合計發言 謝謝 謝謝 主席多說我跟台北市成長所案 還有製作文化協會 大家好 我代表現在喜歡文化協會 那我的意見其實很多 所以我有提供一個書面的文字意見 就是 《狂戰物》 那 《狂戰意見》也要想 那我簡單就是 其實我請到的部分 就是先做的 集點的 就是 其他上的文字的期待 就第一個是 因為台北市成長 因為南菜園 他的位置是他的主展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的書物 然後他的那個 他周邊的文史那個資源其實非常豐富 然後他的文史脈絡 其實從南門到就是 多連接南昌路 然後到更基礎 其實他是一貫相連接的 所以我們認為他的位置 其實在整個文史牌上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台營這邊 他已經用著火 就是數千萬這樣子 可以修復的硬體的機會 那我們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說 文化局這邊能夠自己的 把這個南菜園這個位置 很多納路就是 就是承納的 例如說國務館 文化政策相關的核心 或者是相關文化的 的計畫內 然後能夠去就是利用這 這段時間或未來 就是能夠去結合 周邊的資料文化地方產業 然後做一個區域的 這個觀光的 一些規劃 跟周邊的這個社區的生活啊 南上在取決後 或者是接著這個產業 能夠相信這些共創共融 那第二點是 我要站在社區這邊的角度 然後表達一個 就是非常強烈的期待 就是我們希望 或是在收音期間 南下人這邊能夠盡快 能夠來辦所謂的 可行性皮膚分析報告 然後能夠連接專家學生 一間的社區這邊 來做經驗 那原因是因為 南下人他的位置很重要 我們實力會很重要 那他應該要避免 一個可行的學生 跟整體運用一個構想 那希望能夠委託一個專業 能夠來做這個可行性皮膚分析 能夠去協助就是 例如說這樣維持調查 就是環境的影響 環境的影響 凝聚設置地方很動 說說未來無外的地方 甚至這個公園的使用 範圍到美國的這些工作 其實非常細節 然後也非常多 就是需要溝通 那我們強烈的期待就是 希望這一部分 就是可能性皮膚保持 為什麼能夠做 那希望可以做為一個 未來無外面的依據 那第三點是 我們非常感謝的就是台營 就是因為我們 中央成員 我們現在在五月的時候 中央做了第一次的 就是台菜五的一個 公平導覽的開放 那設計值得非常高 包含像平橋國小 它其實就精妙的 這個台營這個收穫的這個過程 做了他們課程內容 重要的一個主軸 那我們希望就是在收穫的這個期間 就是我們的未來 如果委託這個特別營造 什麼能夠在收穫期間 能夠持續的定起來 放這個公平導覽 以及都是這個全程的一個紀錄片 全區的這個社群的 全區的這個說實社群 或者是定時的這個社群進度中 也會能夠去溝通一些問題 那這些部分其實都對於未來 就是正在收穫進行中的這個過程 然後做了一個文字教育 工作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材料之外 對於未來這個推展 還有未來的這個展示聘用的部分 都會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希望收穫這個部分 也能夠納入我們剛剛說的 謝謝 謝謝 還有任期的目標 那要不要怎麼回應 那三點 我們是派遺都會選擇 當然三點有些人說 派遺都會選擇 派遺都會選擇 那都可以選擇 我們今天審查 就是我們PPC三棟 那個西部設計 還有全區的在利用計畫 那他是照我們的 那個既定的程序 這樣的話 我們要我們工程進行當中 如果今天時間通過 我們馬上就進行 這工程照標 那至於剛剛所那個 城南所表示意見 我們都跟他會想考 或許在相關的不同階段的時候 如果我們計畫需要調整的時候 我們跟他會想考 謝謝 好 其他組員有沒有意見 請教育的地方 因為不好意思 沒有非常確定我的理解 對不對 因為這本計畫這裡頭的 第104頁 他又比較了調查研究的方案 1跟方案2 跟修復設計的方案 那這三個差異其實滿大的 那我現在有點不是很確定的是 最後是決定走修復設計的這個規劃嗎 那前面兩個調查的 好像是更貼近 剛剛薛老師講的是 這整個區塊的意思的文例 那這樣就不會再繼續下去嗎 因為他確實要是 好 這個台語的講解 剛剛要仔細想 我想我是不知道單位 區塊主席人們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 我跟文主席人們的公明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當初在審的時候 就是會做一個差異的事態 他經過跟委員會 還有委員會 其實我們第一棟 其實已經有送信品可備了 那原則上就是 因為現場到現在已經好幾年時間 現場的狀況 還有社區的民意各方 其實都有所改變 所以我們經過這個調演 當初跟現在的狀況 要始作一個差異的去做完 然後要跟社區移民 就要承認團體 扣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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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還是正確過提出的補貨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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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所以大概可以做到的環境 能夠留下來的東西 但是目前的狀況 其實並沒有跟十幾年前 那個東西是不能回覆的 十幾年前有一些證據燒掉 其實都不太清楚 兩棟 兩棟都不太 所以我們今天在整一討論 配合我們是決定的 好 其他的每一件 我們原則上是 照案通過 遇到第一代的事項來執行 剛才這個 城南水安文化協會建議的三方向 不管是在製作的過程 或未來的方向 都把它變成大門的一個採望 剛才局長也提到 如果這個南菜園文化協會 剛才有機會來介入新一代 全部就落實了 他可以來證據 這是不在欺負上的地方 提到大家去看 如果說是老房子的運動大日 那這個城市沒有問題 所以我看三點方向都很正面 非常感謝 城南水安文化協會 好 我們再來 請教授 稍微通過 下一概 審議案三 中山區 中山國小大志樓大人樓大有樓文化基層下執行 請說明 建物是位在中山區民選項五段六十九號的中山國小 周路所第一次的會段四小段六二十一號 山東建築目前是沒有江湖登基的 主力所有的選項是台北市 管理單位就是台北市的中山國小 第二是這個建物是因為文化群在2006年7月5號的時候 要請當時的文字委照看 中山區中山國小大志大人樓大有樓文化資產價值平估現場會談 會談結論是反而建物具有文資價值潛力 所以英文資法十四條先列車追蹤 後期中山國小校方收集一張照片 歷史資料給舉例這邊之後 文化群在進行文化資產價值的正式的審查順序 中山國小是在106年11月10號 檢送相關資料與文化群 文化群會繼續義文資法十七條十八條規定 啟動這三棟建物的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文化群繼續是在106年10月7日邀請的 當時的王衛軍委員 趙雲正薛琴委員 王衛州委員會員 這是當天是未出席的委員 然後召開這個建物的專案小組會談 當天的結論就是說 基本上大部分都認為這個建物是具物資保持價值 那結論就是繼續送來這個文治審議 文會審議 那去年10月7號會攀就是專案小組會攀文大致上是有幾點 第一個是中山國小大致樓大致樓大致樓保存日時期工錢國民學校 支援二層建築主體 三層樓為民國四十七年之後增建 當然為此也有建築各社工廠 二是中山國小為日本時代工錢工學校 建校歷史留遠 擁有眾多社群居民歷史記憶 有地方發展歷史的建政 三是本來建物在建築歷史 形貌序文字寶文字價值 四是建物的工行利盈 與建物主體結構同為專造結構 樓把揮鋼基結構 工行利面及入口正利面為建物之特色 三樓增建一宗石壁 第二樓至正利面且工程品質 其他部分之外就請委員參觀 附件裡面的專案小組非常照片 還有案子文化戰爭圖報告 以及中山國橋 跟其他部分的照片 這是這個案子的經歷位置 他就是在決議中山國橋站 旁邊的中山國橋 又在裡面的航照圖 這是他的航照圖的部分 這是地形的部分 洪洛智行這三樓就是這次審議的大人樓 那南側這個是大字樓 那左後兩邊就是大人樓 那紅色的是他 他這三樓建文做的那一種能力的方法 那這是大人樓的現況的照片 那這是大字樓跟大樓 那中間是圍繞是一個操場的景象 那是大概舉目視 教室跟有提見的照片 那這是那個 雙方國橋那邊提供的一些電子照片 當然當時提供的一些照片 是比較難判斷的 難道有一些是下面有標注的 所以大概這幾張照片 可以看起來就是說 基本上他在日治時期 因為右上條上面是 剛佔後的時候 所以當時還是兩層樓的時候 那後來在蘋果五十五 下面蘋果五十五 比較照片 其實變三層樓 所以就是說其實他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基本上 他這個佛智行的建築是兩層樓 那到佔後才逐漸增進了三層樓 那這是 就是以前那個運動國人老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直接上是照片裡面的 右手邊 左手邊的資料應該是那個 就是大致的部分 那說明一下文字屏幕報告部分 那大概就是 上面就是一些位置 它是在雲圈樓五十六十九號 那最後有一個問題 就是德國五十四小段六十六十號 那建築裡面有這樣的問題 那創建年齊大概創建於 大約是西元於九三十五 就是昭和兒子 那所有選人在台北市 土地跟建築所有人沒有台北市 那管理單位都是中山國小 那土地什麼分區就是國小用地 那目前還是繼續作為國小 學校校舍使用 那針對所有選人保存 因為當時就是學校這邊 它其實是比較沒有明確 對這個有什麼意見 那另外在價值分析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去年十月七號 中山小五線看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都初步認定 是不是有文字保存的價值 那未來的保存管理維護 就是請管理單位 所以保存管理維護 建議還是由中山國小進行 如果說我也有意見可以請他們說 那另外就是登陸幫我影響的部分 就是本來建築目前還是維持學校功能使用 那如果指定成 指定或登陸為文化支撐 那應該顧影響他做學校的使用 那應該顧影響他做學校的使用 那所以就是 一半的部分是不是就是 你請同意登陸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大致樓大人樓 大人樓大人為歷史建築 那名稱就是中山國民小學 中山國民小學拿括號員工錢工學校校順 那總配就是學校 位置或地指是台北市中山區 明顯東五端六九號 歷史建築即美所定著的地方 或是面積及地號 那歷史建築本體為 中山國民小學大致樓大人樓大人樓大人樓 一至三層樓建築本體 那不含大人樓東側離街的附屬建築 那建築樓建號等級 建築樓最后土地為中山區 德維吾斯小田六二地號 那是部分 站道部分地號 那該屁股的面積大概是 2238有1萬公尺 那實際保存面積還是要以建築物的 實際保存實測數據回席 那登陸旅遊機器法的依據是 以中山公民小學原務為日治時期公學校 公布後並持續作為國民小學公民致敬 據建政台北地區學同村民教育及地方的發展歷史之一 二次學校內置大自由大人樓大樓樓建物 其整體配置格局與日治時光復初期基因形成 建物之鞏膀裏面南向主入口之鎮裏面突出等校舍形式為其特色 現存三樓及部分大人樓大樓樓建物雖為公布後所增建 但很延續雲有空間特色 三符合歷史建築機內建築登陸備之審查機 主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款等於規則 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議運議審議最一半以後續 以上報 中山國小的代表出席 任何委員會審議 發言後補充 什麼沒有的話 答案多了 我有幾件 有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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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支持這個 不過你學校的代表在 對 因為我們家裡很多人唸總在圍牆 我只是有一個情緒 我看到裡面的那個鏡頭就非常漂亮 可是現在學校的經營你們的圍牆 就是用現在的彩繪然後拼天 我覺得那個氣質就 因為我走在外面裡面有辦法去體會這個學校是有這麼多的歷史 這麼美麗 所以我不曉得有沒有辦法讓教育局跟文化局來理解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指導你知道嗎 學校不應該都是現在的彩繪 然後用顏色氣氛的那個改革 不能講 沒辦法答答 到底那個教員美學教育應該要 我們在推美海教育嗎 可是這一塊好像有點過不長 只是期許啊 謝謝 請求你 好 大家還有其他一點 這個問題 不是啊 這個後續的這些麻雅狂大 沒有沒有其他的 也許可以前國務員那個我爸媽開示 那個 剛才聽說您的先生也是這個指導教育的畢業 所以我想就是說 真的學校的資源嗎 學校可能可以把它納入來思考 不過剛才委員會的文化局 等消息至於在國務員的指導之下 也許我們可以有一個專案的一個同學委會 那剛才我也在跟局長商量 這樣不一戰之兵 那如果說市政府 不管是無法局教育 也許不給他支持的話 還用現有學校辦選的經費 他就垮掉了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 參照剛才國務員講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怎麼樣給他 尤其在人力經費專業上 可以協助 免得他將來學校空有理想 還在那邊一直增加